其实刚才萨仁大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电视剧创作在二度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再创作 跟原小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萨仁大老师演的李肃华 他在电视剧当中一些主要的情节 跟您小说当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这个亲爱的同志 我可以叫您小萨老师吗 您就叫我萨仁大老师就行了 那会叫让人想到萨贝宁 您就叫我萨仁大老师就行了 对 萨仁大老师在人世间中的表演 是最令我和导演眼前一亮的 因为在原著中 他很快的就是受刺激之后 就是静躺了很长时间 周母的形象是相对于其他人物苍白的 接近扁平的 那么说到电视剧 这个周母 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就是萨仁大老师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苍白的 因为我们谈谈那个毛衣的细节它绝对的是萨仁大同志 他头脑中创作出来的一个细节 而且这个细节是很容易被人记住的 特别感人 而且它好 因为你使它立起来了 还有就是说 它跟炳坤的那些这个母子之间的琐碎的那些家长里短 就是我们所说的毛绒绒的生活感 是的 扑面而来 我觉得这一点抓得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